大家好 宅政 今天来讲《刃牙》字面第八卷 关于花山终于愤怒的故事 第八卷2019年2月发售 迄今为止第九卷遥遥无奇 甚至日文版也是一样 所以第八卷这种可能是字面的最后一本 看顾卡比卡先下船 还是字面九仙发售吧 另外影片的最后 会跟大家分享异世界的烈境况 那我们就开始吧 花山组是藤木组夏侠组织 藤木组作为极大的最大尾 下面的小组都不慎属 势力之大可想而知 但有组织能相提并论 那便是死敌元王会 也是外众的访派代表 虽然街道本身游走法律边缘 不过藤木组中江湖人情 冰凉围仓 放毒 违防底线 这种事他们是不做的 另外他们也有保护距离 但元王会不是这样 什么事都干得出来 不过漫派的构成很复杂 玩过人罗都知道 利益纠葛和爱恨情仇 绝不是两极就能代表的 在外传痴敏的世界中 即便一直的敌对双方 对付巨猿为主的NON 藤木组和元王会首度的合作 虽然过程也有元王会分裂的缘故 但在这一切之后 原起来两大势力关系会好点 没想到双方依旧互相敌对 不过这跟元王会的Number 6 41岁的大叔三中 一点关系都没有 他只是为爱打架的大叔 他早看花山不爽很久了 这个20岁的小年轻 凭什么当日本第一个喧哗师 看看他的小弟怎么管教的 连他这种老男人也约 还一言不合就动手 现在年轻人都这样吗 不过胆势倒是很够 话说后面的笨蛋 不要只会发表感想 4力靠木齐 5力靠花山 说到武力方面 看来还是老家的花山了 前面对小弟的约不约感到不屑的山中大叔 结果看到花山出现 结果花山又来场 两人的浪漫散步之旅 这次有过现实 双方找到一处空地 就这样坦诚相见 肉体激烈的碰撞 以碰碰来看的话 大叔碰撞的次数比花山优势许多 但大叔心智肚明 其实他早看到花山的瞬间 他就已经明白了 让肉体和自己不同 绝不是自己可以征服的 在花山绝缘岗魔的身躯下 大叔不堪倒地 将他大叔的面目全非后 花山感到有点心疼 于是说出那句自理名言 想起当年的识别课 都不敢正面的回答 但大叔知道毫无胜算 他也依旧站起 更对花山说放马过来 其精神实在可敬 然而到底是什么因素 残难41岁的大叔 堵上老命与花山战斗 或许他想亲眼见证 事实上这种神体的存在 但凡人终归有界限 这次大叔又被打倒了 却又起身力气了 这场激烈的碰撞结束了 紧张的警察先生 离开不用劳烦 求忙叫真远了 这场打架让花山感觉 大叔是位汉子 他说大叔曾经努力过 这场战斗四场苦战 但听到花山发言后 大叔却有点不爽 他觉得花山故作同情 但花山说出自己的美学 只要穿这段白西装 他就不宜许被弄脏 这话的意思就是说 大叔已经强盗了 破坏自己的美学了 这是花山安慰大叔 让自己苦战的证明 在听完这番话后 大叔会感受花山式的温柔 两人最后和好如初 坚大竟然一起回家 但坏在大叔的那张嘴 说花山的口才还不错 却无意挑起花山的敏感神经 要知道我大花山人设 就是沉默寡言又温柔 大叔还真是一点都不懂 两人之间的年龄 看来还是有代工 我们不适合分手吧 为了维持人设 也难得一次傲娇 花山甩开了大叔 独自克力前行 不过一切都来不及了 大叔造成被花山的铁瘸 略成斗恩玩家 蝶座路上的他 内心不感交集 海感度不断上升 花山与大叔这段算是一个小差距 接下来是磁面主线 藤木主大当家 秋田老爹 路上被人暗杀了 不是因为美马被打爆了神车的关系 是有人刻意为之 对方这么做的原因 想在掀起当年那场 藤木主渔案会的大战 大战的惨烈程度 连花山老爹也阵亡 对方是有计划过的 老爹一趟GG 藤木主必怀于冤王会 说起来老爹真惨 而只恩恩一战后 从此不再出现 自己现在躺在病房 老爹被暗杀一事 让藤木主内部议论纷纷 但他们讨论的大多是 接手大为问题 真正当心老爹的人 恐怕只有那几位 最难过的还是花山了 对于花山来说 老爹是第二个父亲 凶手现在还不知道 是不是渔案会干的 但如果是的话 那花山和渔案会之间 那可算是深仇大恨了 当时花山也在现场 他明明有超强的武力 那双无体的铁拳 就保护不了老爹 如果奈何无力感 那花山第一次愤怒 在这些愤怒之中 更运行他对自己感到无力的愤怒 凶手是谁不知道 其实听怀疑 有可能是藤木主内部做的 当然渔案会也有嫌疑 不过更有可能内神通外鬼 来引出更多的阴谋 但第99也没出来前 这一切真的猜不透 毕竟资面里面有些事 现在都还没给答案 比如T2S的病情谜团 久威仙级再度登场 也以为他就路人脚 没想到资面还有兴奋 这边介绍下仙级 仙级在任牙外抓创灭登场 创灭描写华山的高中时期 仙级号称手里有刀 江湖没人他斩不了 直到他遇到华山 潜入学校的仙级 变成华山的富与玩偶 这次仙级出现秒掉一位警官 看来仙级是幕后黑手派来的 而我们最重要的华山 在慕奴老爹中枪后 追着车跑却迷路了 在他与祖山失联的时间里 华山一度陷入了消沉 眼神空洞无省 但华山终究是华山 经过冷静后他做了某种决定 由于身份的缘故 从小到大 华山的身边常常有恶意的行为 每次想要追查凶手 到最后都不了了之 久而久后 华山习惯了 因此养成大气的性格 无论如何天大的事 他几乎都能不建议 并不会感到神奇 但只有这次不行 他又这双俱拳发誓 这次要找出凶手 并且绝对不会原谅 接下来跟大家分享 猎者一世界的进化 传说的王之境未出现了 每位一看都训练有术 是国玩专属的最强机构 每位队员水准都老猎人 徒手就用猎杀魔物 借此他打造自己的专武 另外 他们装备的防具 轻量与捐固同时兼具 还附魔反弹魔法咒魂 甚至连武器也被祝福过 具有西式一集的特殊效果 整体队员的强度说白点就是 徒手都是阿修罗罢黄拳 防具穿的都是加10等级 并且人人一把雷霆之路 结果讲了那么多 军长格调吹那么高 他团长被列一脚踢倒 我都快笑死了 团长的体格 我看跟犯马有一两差不多 结果弱点要在下巴 这些禁卫兵中看不中用 一个人打都没有 话说禁卫兵出现缘故 就想逮捕列这些挣扎之人 列当然不轻易就范 但屠罗者老师傅突然出现 他是禁卫兵的教头 强大的战力让列心仰 老师傅对列说明理由后 列决定去王公作作 进阶制国家的国王 然后这国家的国王 就是他妈的德川 你该不会还有一位姐姐吧 说起来这样也好 必须重新创作一位反派 用本篇的脸谱就很够了 这样更简单明了 毕竟更有熟悉感 我一看到这德川国王 就知道他准备搞事 本篇的德川顶多日本幕后BOSS 但异世界的德川 那完全不同程度 国王德川恶劣本性 全面展露无庸置疑 他统治的国家算边际小国 却仍与大国披敌 全都因为发明了魔法手机的缘故 使得情报战先发制人 也因为魔机销售世界 经济上更独贯世界 这使得川想更进一步 甚至想支配整个世界 于是他想出一种方法 利用神留下斗际场 让挣扎之人互相使斗 以练夺方式决出最强 藉此当成无法触眉 进而支配全世界 不过其中也有得川那变踏愉悦欲望 现有公开情报显示 除了烈和铁草以外 其他剑影登场人物 或只看出无上坊变气 作画一定玩过人亡2 剑影简直一模一样 其他比较有想法的 就是这位戴帽被赢了 感觉应该是拿破仑吧 如果真实的话 到时一定要玩坡地上最强陆续的梗 我是宅政我们下期见